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舒張壓大於85 那就代表你已經有輕微的高血壓 這也是要提醒 第三個就是血糖 一般來說我們血糖 真的糖尿病是空腹血糖 大於126才叫糖尿病 那你如果是大於100到126中間 醫生還不會判斷你是糖尿病 但是他會告訴你 你就可能有屬於是 新陳代謝症候群的患者 你就必須要小心 第四個就是抽血 看你的血脂肪 剛才醫醫有講你說 有一個那麼年輕的小女生 對不對 你可以看得到 他發覺他是高膽固醇 所以這幾個 我們會有幾個指標 第一個我們就是看 膽固醇裡面有所謂的 低密度脂蛋白跟高密度脂蛋白 一個好的 一個壞的 對 好的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那我們希望 他能夠越高越好 因為他是一個保護因子 所以假設你抽血出來的 高密度脂蛋白 男生你可以大於40 女生大於50 那就加分 反過來你如果小於40 女生小於50 那就扣分 所以一般做健康檢查 不是看總膽固醇 事實上我們會建議你去看 高密度膽固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看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我們的正常的指標是150 150 那為什麼剛才 一一講的那個女同學 其實我們最常講 其實我們一般現在都這樣子 不鼓勵大家喝手搖飲料 為什麼 因為現在手搖飲料 他用的糖的來源 都是高果糖玉米糖漿 對 果糖進身體不轉葡萄糖 果糖進身體轉 三酸甘油脂 所以就容易有這個 三酸甘油脂 他就直接轉三酸甘油脂 這就是我們一直要提醒大家 年輕朋友們 也許你不吃炸雞 也許不吃薯條 但是你一天一杯手搖飲料 其實你就會發覺 你的血脂肪容易上升 你從五個指標裡面 你只要有三個符合這個項目 就代表你已經是 心神代謝症候群的患者了 也就代表你距離後面的 慢性疾病 高血壓高血脂糖 要並不遠了 對 不遠了 那你就要更注意自己 要做重新的調整 我自己也有一個很深的經驗 就因為之前我在某個大學 胃寶組裡面當醫養師 那大家知道大學生 其實應該都很活潑的 其實應該做身體很健康 可是他們必須每一年 可能他做一個 主要的期間 通常都會經過我這一邊 如果看到一個女生 真的是瘦瘦的 可是她胆固權是三百多 該不會就是我的朋友吧 他瘦瘦瘦 讀導師嗎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的胆固權 會這麼高 後來我是做了一個調查 我甚至是在學校開了一個 所謂的諮詢 發現到很多的大學生 他們告訴我 我記得有很好玩的一次 就是有個大學生來找 他覺得他害怕 因為他覺得他胆固權過高 因為他們覺得 那個所謂的現在的疾病 都已經年輕化了 對 所以他還看我的時候 我看他的飲食紀錄 發現到說 我看完之後 我只有回答他一句話 我說菜咧 菜哪邊 然後他給我 他會有一句話 他說 有啊菜在這裡面 我說在哪裡面 他說漢堡裡面啊 一片也是啊 一片也是啊 年輕人的飲食習慣都是如此 對 就很糟糕的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新陳代謝 我想剛剛我們講到 就是擋固醇過高的這個部分嘛 那其實我今天剛好有帶來一個料理食譜 是可以 又可以降低膽固醇 然後又可以 健腦 抗氧化 這道食譜我們叫做 薑絲 蘿蔔 魚湯 薑絲 蘿蔔 魚湯 對 大家知道魚本身是不是含有很多 很豐富的 EPA DHA 是跟腦部的 健康有關係 然後 蘿蔔本身呢 其實大家知道現在冬季到了嘛 那 蘿蔔本身就是當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蔬菜 然後蘿蔔裡面 還有含有很豐富的 剛剛一直在講植化素嘛 其實它很重要的植化素 也叫銀朵 也叫逸流青酸鹽 然後還有含有很豐富的 所謂的膳食纖維 水溶性纖維 或是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其實它是可以降低檔固醇的 那當然蔬菜本身其實 我們都知道是以四季有不同的蔬菜嘛 所以這個季節可能是蘿蔔 但是這個季節還有別的喔 還可以替代 可以換成什麼 對 譬如說芥菜 十二葉的芥菜 它是一個很棒的蔬菜 是可以做替換的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喔 大家以為說補一定是要 一大堆的什麼藥膳 很油的東西等等 但基本上就是魚湯 然後蘿蔔加薑絲 然後再稍微一點點調味 對 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讓我們健腦耶 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提到三高的問題 另一個 這個是血糖如果過高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道食材當中 最多的就是菇菌類的東西 現在市面上看到的菌菇類 可能不只八種 很多的菌菇類的東西 所以目前我帶來的 就是這八種 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替換 其實蠻多菌菇類 其實可以替換 包括杏鮑菇這邊沒有 杏鮑菇 對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秀針菇 這是常見的 金針菇也是 所以很多的菇類 其實可以替代的 這個季節剛好 大家很容易感冒 所以雷師傅 要來請你教大家做囉 這一道呢 跟一般的百菇湯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今天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大家以為 補一定要弄一大堆的中藥 其實沒有耶 原來日常生活比較安全 我們吃對東西就是補 對 其實我們所有的東西 會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在烹調的過程 魔鬼就常愛細節 尤其在細節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 尤其像菇類的東西 第一點 菇類的東西要怎麼樣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買那個菇類的回去 要不要去洗 對 一定要洗 很多人說不用洗 可以直接這樣煮 沒有 真的一定要洗 可是有的包裝 他還特別寫說不要洗 不要洗 對 真的嗎 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洗 對 我分享一下 其他所謂不要洗是 你不要洗來放在那裡 因為你濕濕了它會爛掉 對 你要煮之前 你才去水龍頭下沖洗 才進去煮 是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煮這個百菇雞湯 菇也要炒過 我們兩個重點 菇要洗 菇要炒 我們的菇才會好吃 而且才會香 我們煮火鍋 菇要直接放下去 直接放下去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油放進去之後 我們首先放了一點蒜頭 那這蒜頭我們整顆就不切了 洗乾淨就好 然後把它直接放到鍋子裡面 讓它稍微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要放的是 我們的這個烏骨雞 這烏骨雞其實也是我們秋冬料理 最常在進補的時候 最常看到的食材 像三大 三大滋補的東西 就是雞肉 鴨肉跟羊肉 薑母鴨 麻油雞 羊肉爐 所以我們雞肉很重要 我們把它放進去 好 放進去之後還不夠 我們現在要放的是我們干貝 那這干貝整個把它泡過水 蒸熟之後 整個把它放下去炒 會比較香 好 現在放下去之後 開始去給它做一個翻炒 有啦 這樣有進補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出來了對不對 食材 感覺都很高貴 是的 那當然我們在進補的 在進補的同時 一定要搭配我們所有的 不一樣的一些食材 舉例來講我今天準備了很多菇 這叫菇菇料理 菇菇料理你知道是什麼嗎 阿菇 對 你怎麼又被破哏了 對 阿菇 對 我們現在把菇類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了 好 首先放的是 所以你都要炒過 炒過 把它跟 周醫師你怎麼笑得那麼開心 沒有 我定式的運動 這個笑話好笑 這個笑話好笑 因為他每次都會講一些笑話 所以我就用冷笑話來 但是我覺得雷師傅 有個地方非常可取 大家都覺得 被他後面的畫素片說 我們要加很多很多的菇 才會綜合 其實他沒有 他第二道的干貝 就已經綜合掉造性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山芹加海鮮 或是山蒸海味 你這樣海味裡面 它裡面有礦物質 所以干貝裡面已經讓一些造性 還有會火大 會咽喉腫痛的 它已經有滋潤滋陰的效果了 所以記得婆婆媽 一定要加上一些干貝絲 會比較好 你看我們現在都沒有管它 放進去之後 菇的香味 跟我們雞肉的香味都出來 好香喔 你有沒有聞得到嗎 聞得到啊 好香喔 我們都把菇稍微不做它切一下 好 切好之後 一樣都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拌炒 你看這就是美感了 我們通常放進去 根本就是直接把食材 撲一撲就放到電鍋去 讓它自己煮 而且裡面有一隻雞蛋裡面 到底要怎麼翻炒 我覺得真的很高難度耶 是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放的是我們的 木耳 木耳也是菇菌類的一種 把它直接放在上面就好 因為其實這個木耳呢 滿小朵的 而且木耳可以降高血脂嘛 然後還有大家說像 心管清道夫 對…滿好的 是好 那我們就 紅黑草的部分呢 放進去了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開始呢 要加入一點高湯 那這高湯呢 如果我們煮肉類的東西 就放蔬菜高湯 如果我們煮那個蘿蔔湯 筍子湯 白菜湯 就放動物性高湯 所以這是蔬菜高湯 對 這是蔬菜高湯 我們把它放進去 這也是平衡的一個方法吧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鹽巴 鹽巴 是的 鹽巴把它撒一點 在我們的這個食材上面 一點點就好 那接下來呢 放的是我們的米酒 所以這樣包多久啊 其實我們這樣在包 像烏骨雞在包比較快 因為它的肉質呢 質地比較鬆散 所以我們大概包 大概15到20分鐘呢 這個雞肉就可以吃 那當然呢 我今天有準備了一個 非常棒的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對 這個秘密武器呢 一定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我最常每天 剛才醫有講 買人參對不對 其實我每天都喝人參 凱雲他就知道 我每天都喝人參 第二個 我每天喝的就是雞精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加了我一點自己呢 滴雞精 滴雞精 我絲長的一點東西呢 把它放進去 加滴雞精進去 所以雞湯裡頭 它是有什麼樣的好處啊 就味道上料理人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以料理人來講 第一雞精放下去呢 光是味道來講的話呢 它整個味道呢 就會提升上來了 對 所以是在這個煮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加進去 是的 那我們到時候呢 我們包要起鍋之前 我還有放了一點 九層塔 九層塔到時候呢 我會把它切碎 放到鍋子裡面呢 讓它慢慢包煮 就OK了 他去給周醫師把那 因為他跟我說 你就回家給他喝滴雞精 滴雞精就好了 你就回家給他喝滴雞精啊 我說這個醫師 你馬上就不負責了 真的不負責了 有沒有看到雞精 全部在碗裡面 有沒有見證奇蹟的時刻 有沒有看到 真的耶 天啊 我覺得好有趣喔 對 有沒有看到 你看喔 我把它拿過來 完全在鍋子裡面 天啊